今年休赛季的签约可所谓天差地别,有的人拿到了顶薪合同,有的人却只能签下千万级别的合同,甚至底薪合同。 事实上,今年休赛季以各种续约,可能是这几年最合理的一年,相比去年来说,米尔萨普居然签下了三年9150万美元的大合同,单财基薪资仅次于库底詹姆斯,居然厂均14加6,这太溢价了,当然了,还有向洛瑞的三年1亿美元,波特的四年1.06亿美元,37岁的老家索尔,三年4800万美元等等。 也正是因为这几年,随便来一个人都是大合同续约,导致很多球队都吃了大亏了,当然了,虽然说今年休赛季有几笔签约比较合理,甚至超值,但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 其中,小托马斯就是最惨的那位,去年夏天,小托马斯本有机会提前和凯尔特人续约,场均28.9分,5.94助攻的他,带队进入分区决赛。 看着数据和战绩,确确实实是联盟顶级巨星,可以签顶星合同,但是他受限于身高,防守不好,能够带给球队上线并不是很高,安吉本打算低于顶星合同续约。 结果,小托马斯先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我是顶星球员,所以我得拿顶星,我的续约时间要来了,他们知道要开着运钞车过来,随后又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的拖鞋,其中一只印有运钞车,另一只则印满了美元。 尴尬的是,没过多久,就被凯尔特人交易到骑士,在缺少绿军体系之后,他工房都暴露出很大问题,加上商与归来状态不佳,还喜欢说话,又被骑士交易到胡人。 在自由市场大门开启之后,连他的搭档布拉德利,都拿到千万合同,就他始终没有让愿意开着运钞车来牵他,本来魔术缺少一名当家空位。 阵中又有戈登、班巴、武切围棋等等内线球员,非常适合小托马斯,重新打出身价,结果也没有谈成。 无奈之下,小托马斯只好以一份底薪合同加盟绝金,投奔自己国王时期的恩师迈克尔马龙。 而就在今天,梅梅普斯大利斯发布Hitogram图片,朝本小托马斯,图片中,是一辆玩具车,装的都是硬币,好吧。 众所周知,前几年工资冒上调,很多内线球员都是漫天要价,TT8加9居然和骑士续约五年8200万美元。 之后莫兹科夫又以四年6400万美元签约胡人,比勇博厂军5加8也以四年7200万美元签约魔术,把自由市场缴的,什么人都能签打合同了。 而在过去一个赛季之中,卡佩拉一直把自己和亚当斯、戈贝尔比较,希望先一份上一合同。 毕竟,卡佩拉场均13.9分10.8个篮板,并不输这两位,而前者四年一亿续约雷霆,后者四年1.02亿续约绝世,他为什么不能? 但是,他和小托马斯十分相似,得力与体系太多,卡佩拉的防守跟戈贝尔差得有点大,自主进攻能力也有限。 如今,卡佩拉与火箭续约已经闹成僵局。 此外,卡佩拉已经拒绝五年8500万美元的报价,就要一亿。 有球迷纷纷表示,诺埃尔、小托马斯了解一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